想要發兵 我哪有情形 我跟他的立場剛好是怎樣 這樣玩 我去問你怎樣 不要發兵 勢力越來越好 不要浪花 反應是維穩大自然的 都是錯誤的 老師我有一個疑問 一直有問題 因為我也是很相信老師講的 可是我也看很多 那些老公公老婆 就是談鄉下人 他們也是一天到晚種田啊 種菜啊 可是他老年人 他也沒有看3C產品 也沒有看電腦那些啊 可是他年紀大了 他還是很多得到牌內大 因為他們沒有資訊 我問你他這邊有沒有按摩 他這邊有沒有按摩 這邊有沒有按摩 這邊有沒有這樣壓力 有沒有這樣說 沒有 因為這邊是營養進去 這邊是毒素牌組 這邊是神經傳導 我這樣壓 用力壓 是讓他眼睛怎樣 我收縮 用力壓 我這樣去搓 那個熱 去撲 它本身的磁能 會讓你 微血管怎樣 眼前防水 你到這邊 流掉 問題是 你要讓你的眼睛裡面的眼前防水 我講一個東西 一個機器 你插電下去對不對 那馬達會一直做 我原料進去 要做成品 剩下的巴利亞 是不是要把它排掉 那廢物不排掉 眼睛在裡面 繼續就卡住了 對 你眼睛 今天電進去 上下 營養進去 我的成品是我看東西 視力 看東西 讓我的廢物 雖然有眼前防水 膀胱精 有到腎臟 膀胱 腎臟膀胱 腎臟膀胱 你要排掉 但是 他這邊堵住了 因為整個台灣的環境 是完全不走教育 而且衛生署跟教育部 常年怎樣 扭曲事實 他故意不教你這些常識 你說 你說 這國家不生病嗎 像現在 我們可以不要戴眼鏡 對著這個 早上的陽光 看 早上的陽光 可以看 不要看太久 但是 一下子而已 不要看太久 但是你可以 眼睛閉著給它看 或是你看地上 給它會給它照 因為要看 早上剛出來的太陽 出來 只要久時間 不能久 久目對眼睛都是傷害 差不多一分鐘就可以了 一下就 真的 太陽不能直射 絕對不要 你用給它斜照 因為 當陽光在照射身體的時候 你身體的 聽好 陽光照射身體的時候 你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轉換 才會比較快 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給陽光照射 所以 草不給陽光 你把它蓋著 這草不細啊 人 我都拿成熱片給你看嘛 都不給它照射陽光 用錄光燈給它照 會死嗎 會死嗎 會死 會員陣 告訴你 會員陣怎麼治療 你們知道齁 到賣場 去買那個補雲燈 來抓 你買補雲燈來抓 我會告訴你 小二十五 不用兩個禮拜 補雲燈都不見了 是因為 你裡面不痛 點黄水那邊 雜石 沒有帶掉 你把它 把它丟 把它排掉就好了 所以 這個地方 所以它一直 這個地方 由這裡 到這一條 你要不要去把它 戳到完全怎樣 上通 你毒素 要不要給它排掉 有 我問你 你喝水 不要放你就可以 醉 美酒 你喝水 很美酒 瓶 味道 tier 乳 怎麼不吃 你吃 我現在 沒辦法 走你 你吃 自己不好 出去排不掉 你眼睛為什麼 不讓它排掉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為什麼到現在,為什麼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就是這個政府是不是交易出問題 也許他們不知道啊,也許他們不知道啊 哪有可能 假如說不知道,我17年就告訴他們了 可能西醫不知道這個理論啊 什麼西醫不知道,那慶差公共的 我17年把整個健康白皮書送到衛生署送給總統 我都送給他了,哪有可能不知道 健康白皮書有幾個字? 幾個例 幾個例,怎麼可以講得那麼仔細 我印一整本 哦,一整本啊 我用小貨車,印的,叫我員工 員工,一直引印,一直訂書,訂書,訂一整本 每一個立委,每一個政府單位 教育部,衛生署,總統,全台衛生署,通緝給他們 我記兩次的健康白皮書 全台唯一寫健康白皮書是誰 就是這個光頭 所以說,我一直說,現在不要再為政府說任何一句話 他們不知道,講到這樣,我就怎樣 壓工 我就壓工 因為我現在已經開始不想壓工 所以不要再說,他不知道 他根本是故意殺害台灣人民的健康 這一群蠢蛋 這個就跟那個煙商一樣 他知道抽煙會害人,可是他變得要賺錢 他還是一直在賣錢,一直在賣錢 一直在賣錢 就是,我跟你講齁 假使一個國家齁 我跟你講齁 我不反對商人齁 一個國家 賺錢是應該,因為賺錢是一個正常的怎樣 正常的一個國家,贏的營運齁 假使是以傷害人民的利益的健康來做經商的 這個角度,我永遠不贊助 假使我是總統 我絕對不會讓統一超商怎樣 24小時營運,我也不會讓工廠商23班次 我絕對禁止 我只能夠讓他兩班次 下午晚上10點鐘一定要下班 10點鐘到10點鐘一定要回到家裡面去睡覺 你工廠,你要港工,你要做大量 可以,你再增加一個工廠 再增加一個工廠 你再請兩班次人去三班 老師,請問全世界有哪幾個國家是三班次的? 你不要問我這句話 你不要再為那些財團說 編謊 以傷害人民的健康就是錯誤 不要告訴我全身哪一個國家 因為 你一直讓人民生病 然後在教育財團去開醫院 然後你賺了錢 我問你 你算一算整個加減加減賺的錢 不夠人民的醫療費用 整個國家還是損失 但是只有那幾個財團怎樣 獲利 這叫做天理嗎 這叫做違背天理 這叫違背天理 不能幫這些財團圓訪 這是最大的錯誤 很多台灣很多的記者 媒體還在陣上 所以我說台灣沒有媒體 台灣媒體我一向都看不起 看不起 我記得很清楚 我到綠色和平 我到綠色和平 他們請我去演講 一個小時 我進去第一句話 各位親愛的聽眾 你好 劃鼻不要請醫生 我講完了 那個主持人怎樣 那個總經理 綠色和平的總經理 他馬上把我麥克風 關掉 他馬上接下去 欸 那個 來賓是說 你們真正的 平常要自己保養 有生命是一定要找醫生 開始不讓我講話 剩下最後五秒鐘 十秒鐘才讓我講話 我現在要回去了 這代表什麼 因為我知道他們 那個總經理是財團的 他們 因為他們裡面很多的 股東是一生 對啊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好多年前 非常多年前 綠色和平 他們現在總 就是現在 現在的總經理 那個什麼 什麼紅 金紅 什麼紅 所以我會告訴你 台灣 我一向是看不起所有媒體 我以前給自由時報 刊登 一天46萬 後來說 老師 你當時你得罪衛生紙什麼 我告訴你 衛生紙給我們公文 凡是苦行的文章 一定要經過衛生紙審核 否則 勒令庭令 到現在還是一樣 沒有人敢看我的文章 所以今天媒體 台灣是敗戰什麼 敗在媒體 媒體跟財產怎樣 掛鉤 我永遠不相信政府 我永遠不相信媒體 那知道怎麼辦 人民應該怎麼辦 自力救濟 自力救濟 對 自己的國家誰救 自己的健康誰救 自己的健康 當誰都沒辦法幫助你的時候 只有自己人 不要相信政府 那我會告訴你 什麼叫政府 聽這裡 什麼叫政府 叫必要之二 必要之二 我當然一個國家不能政府 有時候有流氓 有的沒力 我必要 但是政府絕對不能太大 現在政府組織越龐大 對人民是一種越大的傷害 政府是應該越小 政府是應該越小 它是管那個 其實很多政府 它不應該管 應該是自由 它管太多 政府越龐大 它一定是掛鉤 炫傷掛鉤 最後就是人民的傷害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 非常典型的 完全是掛鉤 人民一點聲音都沒有 完全不理會你人民 所以你不要相信媒體 要相信誰 相信自己 所以政府現在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你千萬不要相信網路 我知道網路不是很多 是真的信息 但是網路至少 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是真的 政府講的話 是百分之九十幾是騙人 不要相信政府 就相信誰 自己 所以媒體的新聞 你現在還是找看 我的新聞還是要看 好 趕快燉屁股 燉屁股 直接燉出來 燉的力量都不夠 燉出來 力量要 大出來 放輕 彈向後面 燉出來 前屋不要賣心臟 屁股翹高的 燉出來 雖然力量要大 放鬆 爭 快燃 便用啦 快燃 在舟 好 喔 在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